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全面完成各项建设 配套齐全 环境优美 成为我是和全省安居工程建设的范本 厦门港与澳大利亚的福林德斯港签订友好港口合作备忘录 厦门港的国际友好港增加至13个 五年来厦门港增加了五个国际游港 地铁一号线部分路段进行管线及附属工程施工 我是旅游部门利用金砖效应积极筹创厦门深度游线路 厦门新注册企业今天起可自主申报登记名称 今天是2017年的9月25号星期一 农历八月初六 我们来看今天下时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记者从建设单位了解到 随着最后一个项目 安置房完成竣工备案 历时近六年建设的 我是保障性安居工程综合体 阳塘居住区 全面完成各项建设 画上完满的句号 这个以二星级绿色建筑和海绵城市试点为建设目标 按钻石品质打造的全省首个保障性安居工程综合体 不仅配套齐全环境优美 更是创造了不少第一和亮点 成为我是乃至全省安居工程建设的范本 也为即将召开的党的十九大 献上了一份优异的成绩单 眼前这个高楼林立的组团 就是阳塘居住区最后建成的第17地块 它由七栋高18到24层的住宅楼组成 总建筑面积6.6万平方米 建成后将提供500多套安置房 用于安置当地被拆迁群众 从2015年12月打下第一根桩 到完成安置房建设 建设施工单位用了不到两年的时间 比原计划提前三个月完成竣工备案 我们在一个多月的时间内 完成了竣工验收 消防验收 民房等各个专业验收 到2017年9月21号 完成了最终的竣工备案 也就是代表着整个项目都完工了 标志的我们整个阳塘居住区 也就是我们福建省最大的保障性综合体 已经全部完工 阳塘居住区于2011年10月动工建设 占地62万平方米 总建筑面积约87万平方米 是当时我是最大的保障性安居工程项目 也是全省首个保障性安居工程综合体 除了为主建设的公共租赁房 保障房之外 还包括了一定数量的限价商品房 人才房和安置房 各种类型的房源总数达到了8769套 可容纳2.5万人居住 居住区内还配件了一所36班的小学 两所12班的幼儿园 以及社区服务中心 生鲜超市 食堂 公园等 阳塘居住区还紧随建筑新科技 和生态移居城市的步伐 按照二星级绿色建筑标准 和全国海绵城市市点小区进行建设 小区绿地普遍建设了 能够储蓄渗排雨水的海绵设施 建筑大量采用了光伏 光导等节能环保技术 仅地下车库的光导照明 就铺设了两百多个 它是不用电的 它是完全是靠太阳光的折射 化散到地下室的车道口 整个都不需要我们在电力 再保证一个供电 光湖化电 它也是把它吸收太阳能 吸收太阳能以后转化为电力 直接供应地下室的照明 如今 阳塘居住区 已经是片片高楼林立 用海绵城市理念打造的 古罗社区公园 公园中央的蓄水湖 碧绿可人 像两颗宝石镶嵌在楼宇间 为社区提供商业配套的 闽蓝城市广场 也已开门迎客 阳塘居住区最早交付使用的 A09地块 入住率已经达到80%以上 入住居民正充分享受着 这处保障房 带给人们的温馨 舒适和满足 从前期设计 开发 然后到整个项目的建设 然后到后续的相关的运营 都整个产业链 整个都做到了 很好的一个衔接 感到很容易 记者从厦门港口管理局了解到 厦门港的国际游港 又增新成员 厦门港与澳大利亚的 弗林德斯港 近日签订了 友好港口合作备忘录 这样一来 弗林德斯港成为了 厦门港的第13个 国际游好港 5年来厦门港增加了 5个国际游港 厦门港作为我国沿海的 主要港口之一 是我国综合运输体系的 重要枢纽 集装箱运输干线港 国际航运中心的 主要口岸 同时也是一带一路上 重要的枢纽港 而澳大利亚 弗林德斯港 是南澳洲最具实力 和活力的港口 负责澳大利亚 南澳洲 7个港口的经营管理 此次厦门港 与弗林德斯港 缔结友好港 因为这两港的合作前景 十分广阔 澳大利亚是红酒 矿石 石材 木材 重要的产地 那咱们厦门港 正好有很多的 石材进口 我们木材的进口量 也逐连在增加 所以这些贸易上的互补 以及航线上 互相的联系 为签订友好港协议 开展友好港的合作 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据了解 签订协议后 夏门港与弗林德斯港 将在船舶运输 邮轮产业 港口发展改革 技术培训等多方面 开展交流与合作 积极开辟新航线 增加航班 提升港口在两国经贸中的作用 五年来 厦门港积极响应 国家一带一路倡议 不断加强国际港口间的合作 先后与比利时泽布鲁日港 马来西亚巴申港 美国迈阿密港 以及爱尔兰科克港 缔结国际友好港 不断拓展港口的朋友圈 像马来西亚的巴申港 那是在一带一路上面 对于我们进出口贸易 非常有帮助的港口 那像美国的迈阿密 这个他们迈阿密呢 是一个游轮 重要的港口 就是说我们航线 能到达的地方 那我们跟这些当地的港口 多一些交流 人员往来啊 互相了解啊 推进有一个纽带 不断的拓展 记者孙茜 周晨璐报道 好的 欢迎回来 记者从厦门地铁办了解到 厦门地铁一号线部分路段 由于要进行管线 及附属工程施工 从9月中旬开始 陆续进行 集务站道违挡 具体情况 请倩倩给大家说一说 好的 一起来了解一下 此次违挡施工的路段 包括厦门地铁一号线 中山公园站 文造站 湖滨东路站 连板站等 据了解地铁一号线 争取10月份 开通体验式运行 力争今年年底 开通试运营 本期尾档 是地铁施工的既定工序 在本期尾档内 施工单位将对 钢筋混凝土 临时盖板进行破除 然后按从深到前 把路边的污水管 汽水管 燃气管 电力管线 及通讯等各种管线 回迁至道路中间 然后恢复路面 地铁的这个出路口 只做的 大部分只做了一侧 另外一侧还没实施 为了实施另一侧 我必须要把这个 盖板拆除 这个临时盖板拆除 拆除王 把原来另一侧的管线 恢复到 现在的盖板上面 然后再采取另外一侧的 那个出路口 跟分停施工 据了解 地铁工程施工 首先是车站 隧道区间 土建施工 后续进行装修车站 安装机电设备 铺设轨道 电缆 通信等设施 并进行连条连试 验收和试运行 因为地铁一号线 经过岛内一些交通 特别繁忙的路段 为确保交通顺畅 部分车站 如中山公园站 文造站 湖滨东路站 连板站等 车站主体结构 采取半铺盖施工 对路面车道 进行站一环一 当道路较窄时 就需要提前 将基坑上方的管线 迁改至路边 虽然这种施工方式 难度大 但兼顾了路面交通与施工 保障了市民的交通出行 本期施工为党 计划在2018年春节前 陆续拆除 然后转入收尾阶段 此外 记者还了解到 厦门地铁一号线 总体进展顺利 全线车站已封顶 区间实现动通 铺轨实现轨通 全线电通及全线跑图 车辆基地 停车场 运营控制中心 已陆续进驻 列车已到位24列 已调试完成24列 目前正抓紧各车站 主体装修 和满足试运营条件的 出入口机电安装 装修工程收尾工作 继续展开车站 剩余出入口 主体结构施工 国庆中秋假期即将到来 节日期间的安全生产工作 不容忽视 昨天下午 我是召开安全生产工作会议 就国庆中秋节日 及十九大期间 安全生产工作 国务院督察组 来厦门督察情况 以及近期安全生产工作 出现的一些新情况 进行针对性工作部署 会议指出 今年中秋国庆两节 时间重合 假期时间长 厦门会晤刚过 旅游人数可能聚增 人流物流 车流等情况可能爆满 安全生产和公共安全压力 也随之骤增 截日期间 我是将继续做好 安全生产工作形式 及重点情况的研判 做好各项防范工作 和应急处置工作 重点加强 高危行业领域安全监管 继续紧盯道路交通 非煤矿山 危险化学品 射爆粉尘 消防 城镇燃气 油气常书管线 旅游和人员密集场所 等重点行业领域的 安全生产工作 会议还强调 近期 国务院安委会 第六督察组 对我是安全生产 大检查工作 进行综合督察 各级各部门 要加强反馈问题 为了缓解国庆期间 我是主要景区 周边道路的交通拥堵 从10月1号至7号 包括陆江道 环岛南路在内的 11条热点路段 将对小型汽车 采取单双号 线行措施 一起来了解一下 根据交警部门的 线行方案 从10月1号至7号 每天上午9点 至晚上8点 陆江道 延武大桥 环岛南路 四明北路 四明南路 延武路 虎原路 中古山隧道等 11条路段 实行小型汽车 单双号限制通行措施 时间上 我们延长了一天 是1号到7号 这个主要由于我们 中秋假节的叠加 就是我们今年的假期 一共有8天的时间 那么第二个是在 线行的 具体的路段上面 我们在 环岛路的线行的路段 从原新的 曾村西路口 延长到了 云顶南路口 对违反国庆 限行规定 上路行驶的车辆 交警部门将按照 违反禁止通行规定 上道路行驶认定 驾驶员将被处以 罚款200元 即三分 单双号限行期间 出租车 道路轻障车 以及执行任务的 特种车辆 行驶不受单双号限制 另外 10月1号至10月7号 每天9点至下午5点 四明南路 延武溪路口 至厦门大学 大南向门段 只允许公交车 出租车进出 出租车维持八分钟 限时通行措施 其他车辆禁止驶入 本台记者报道 国庆黄金周期间 我是又将迎来 新一轮旅游客流高峰 为了更好地扩大 厦门旅游影响力 把更多游客 留在厦门 目前 我是旅游部门 正积极行动 充分利用厦门会晤 成功举办 和鼓浪雨 山移成功的优势 筹划厦门 深度游线路 全面提升 我是的旅游影响力 目前四名区 正筹划新适宜 旅游新产品 整合53个 鼓浪雨深移 核心要素优质资源 规划适宜至光 4条精品线路 串联鼓浪雨全岛 同时鼓励云当书院 厦门大学 国际会议展览中心 和各大接待酒店 保留厦门会晤 观展元素 同时积极 与闽南大剧院 运营方联系 力争保留 以小白鹿艺术团 参演节目为核心 服以南音等 闽南特色节目 为游客呈现 杨帆未来精彩演出 夜景工程 是我市的一张 亮丽名片 市旅游局 还积极与厦门国旅 亚太中心 和旅游集散中心 共同协商 规划 云当湖加西堤 陆江道加延武大桥 会展中心加灯塔公园 三条夜游线路 以走点看面的形式 满足游客的多元需求 在岛外 极美的零零国际马戏城里 湖面上一只小猴子 正在训练沿着树藤 下降到湖面上 上演真实版的 猴子捞月 在它的不远处 一群小浣熊 则提前吃上了 特别的中秋节月饼 这些由胡萝卜泥 苹果泥等 动物日常饮食 压制成的月饼 是这个景点 为了即将到来的 国庆和中秋节上 吸引小朋友 与动物们互动 而设计的新节目 除此之外 10月1号至5号 带着新玩法回归的 气球节 将在吉美新城市民广场 和城市展览馆举行 近70万颗气球 打造出海洋 山地草原 沙漠和北极等地球生态 展览近200种 哺乳动物 鸟类和鱼类动物 今年 乘着金砖东风 吉美旅游将再次发力 根据国内部分 大型旅游网站预计 今年国庆假期里 吉美区将吸引 超过10万旅游人次 并且以亲子家庭游客为主 我们的全头产品 那也就是我们的亲子游 基于 家庚新生 创办教育的这么一个情况 还有 百年学生的这么一个产品 更重要的是 这个亲子游 成为现在这个 传统家庭 又分化出来的 一个新闻业害 本台记者报道 好的 我们继续来看新闻 记者从市市场监管局了解到 今天起 厦门全市范围内 新登记注册的企业 可以自主申报登记企业名称 记者了解到 除涉及前置审批 不实行注册资本认缴制 或名称核准与设立登记 不在同一登记机关的企业 仍保留名称预先核准制度外 其余企业只要不违反上述规则 申请人从今天起 就可以通过 企业名称自主申报系统 对拟定名称进行自主查询 比对后自由申报名称 无需再预先核准 据了解 改革前 企业注册登记 需先进行名称预先核准登记 即申请人先提交企业名称 预先核准申请 由登记机关后台人工进行审核 而改革后 上市登记机关 制定名称进现用规则 并植入系统 全面开放名称库 为申请人申报商市主体名称 提供指引 本台记者报道 今天上午 我是举行全市审计系统 和内审人员企业审计培训 记者从培训会上了解到 今年我是将落实中央有关精神 进一步强化国有企业 和国有资本的审计监督 截至2016年底 厦门市共有市级国有一级企业22家 这些国有企业在经济发展中 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今年以来 中央和国家审计署 先后发布了深化国有企业 和国有资本审计监督的 框架意见和若干意见 市审计局针对这些意见 制定了一系列具体的落实方法 进一步强化国有企业 和国有资本的审计监督 我是将建立健全市区两级审计对象库 形成包括国有企业 领导干部经济责任等审计类型的 审计对象基础数据 原则上 对国有企业五年内至少审计一次 对重点地区 部门 单位 及关键岗位的领导干部任期内 至少审计一次 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政策 民生托底政策等重大政策措施 事关民生扶植的重大公共投资项目 和重大突发事件 适时开展跟踪审计 和以往相比 国有企业和国有资本的审计重点和内容 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 像是过去比较偏重于财务收支的审计 而现在的审计范围进一步扩大 现在从财务收支审计 我们可能扩大到 对于企业经济负责人的一个权利 还有值得的一个监督 所以整个经济责任审计 包括财务审计以外 还有包括要考察 它的政策的执行情况 以及它的内部的一些管理 包括它党风联合政建设 我们也要考察的一个内容 此外 针对国有企业 子公司分公司较多的情况 今年国有企业和国有资本审计 将集团本部和二级企业 作为审计的重点 据了解 我是还将加快数据中心建设 建设大数据审计模式 同时加强专业人才的培养 探索完善政府购买审计服务制度 进一步做好国有企业和国有资本的审计监督 记者方方培一伟报道 今天上午我是举办厦门经济特区 生活垃圾分类管理办法立法解读培训班 本次培训邀请了厦门经济特区 生活垃圾分类管理办法的起草人之一 是法治局法规处张小轩 从办法设立的全过程 起草的背景 目的 以及具体条文等内容进行深入解读 来自市垃圾分类管理部门 市职机关 驻向部队等单位的250人参加了培训 对垃圾分类条例的这个解读 还是比较到位的 各个人员的职责都讲得比较细 使得我们以后在这个指导 这个单位的垃圾投放 或者我们在自己在生活当中垃圾投放 也会有更深刻的了解 我们在工作中也经常会接到 很多市民的这些疑问和咨询 经过这个培训以后 我们能更好地了解到 这些责任部门是哪一个单位 然后也能更好地向这些市民进行解答 也能给他们提供一些帮助 厦门经济特区生活垃圾分类管理办法 自本月10号正式实施 是我省第一步垃圾分类管理办法 也使得我是垃圾分类工作 进入有法可依的新阶段 目前我是垃圾分类工作正有序推进 岛内有1395个小区开展垃圾分类 1124个学校国有企业 85个星级酒店等 基本实现全面开展垃圾分类工作 岛外已经有24个试点小区 开展垃圾分类工作 按照政府工作报告的目标要求 今年年底 吉美区海仓区建成区 生活垃圾分类覆盖率达40%以上 同岸区祥岸区建成区 生活垃圾分类覆盖率达到30%以上 本台记者报道 昨天2017迎国庆喜中秋 厦门亲像一首歌的 《闽南方言沙龙》在斯明区图书馆举办 活动由厦门敏南方言沙龙 斯明区图书馆 以及厦门敏南方言传习中心 共同举办 现场60多名 敏南语爱好者及专家 带来了自己精心准备的作品 进行展示 有佩阅朗诵 《厦门我亲爱的故乡》 童谣 《金砖到厦门》 顺口溜 8月15月娘园等等 我希望我们这一代人的子孙 我们的第三代 最好就是和我一起来学 厦门文化 主要是要起作一种宣传弘扬 敏南文化的一种作用 这场活动得到很多市民的响应 本台记者报道 市气象台今天中午12点 发布高温预报 受加强的附热带高压影响 预计未来三天 我市将出现高温天气 岛内最高气温可以达到 34到36摄氏度 岛外可以达到35至38摄氏度 白天紫外线强度 将长时间处于最高级别 市民务必要做好防暑防晒的工作 及时补充水分 五间尽量避免户外活动 到目前为止 我是大部分地区 已连续20天无有效降水 达到气象小汗的标准 应密切关注汗情的持续发展 请注意做好防暑降温 节水蓄水防汗 森林活险等相关工作 感谢收看今天的下日新闻 获取更多资讯 请关注厦门广电的官方微博 微信和看厦门手机客户端 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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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会